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从2017年宣示成为AI元年之后 18年就推动台湾AI行动计划 无论是我们的人才 半导体 资通讯的能量 都可以让我们在AI领域取得先机 以AI技术深耕来说 目前我们已经建立了具备台湾特色高品质的标记资料集 包含数十万笔中文的问答对话 数百万张工业检测的影像 数十万笔的制成的参数 数十万张的医疗诊断影像 各个重要领域都在发展国际级的自主解决方案 尤其是其中由经济部科专计划辅导工研院 研发出来的糖尿病眼底病变辅助诊断分析技术 这个是全球首创 结合眼科医师的专业跟assistive intelligence辅助式AI的诊断跟侦测 加起来在过去几年已经导入超过90家医疗院所 还有偏远地区的基层医疗单位 服务超过六万人次 所以过去的弱势族群在没有办法及早发现治疗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我们在科技界的最高荣誉之一 2022的Edison Award 还有2022年的R&D 100 Award等等 都把这个奖项颁给了这一项应用 当然除了应用技术之外 人才也是出位发展的关键 因此我们政策不中断 持续向下扎根培育AI人才 已经累计培育超过4000位学生 而产业培训至少1800位AI的在职实战人才 用以战代训的方法建立产业出题人才解题的机制 促成AI新创学生技术应用 一共232团队参与 每一个都有顾问的团队来帮忙解题辅导帮忙资讯 而在前瞻计划里面 我们接下来两年也有专门的数位人才淬炼的计划 来培养AI的智慧应用人才 还有数位与特殊技术人才发展计划 是要用来让我们的数位人才能够跟国际交流 特别是台美的交流合作 而对于AI在各行各业的应用 我们也推展AI百业攻略图 应用产业的工协会推动机制 媒和新创 还有系统整合商就是SI资讯服务业者等等 把他们跟需求加以对接 我们已经跟30几个产业的工协会合作 协助各行各业进行AI升级转型 促成了超过70个AI的产业应用 接下来我们会沿拟产业AI应用发展蓝图 持续推广这些解决方案跟成功经验 到更多的产业 我想台湾在半导体的供应链跟全球伙伴 早就形成了坚实的生态性 不管是OEM ODM发展到了今天 我们的优秀研发能量 还有制造技术 整合PC伺服器 云端资料中心等等领域 我们已经成为全球不可或缺的关键节点 而我们的AI新创也正在发展软体的实力 已经进军到亚洲国家之中 透过AI发展 我们会成为世界民主联盟的重要合作伙伴 所以下一阶段 我们将会以AI全民化为宗旨 推动多元的创新应用 无关各资的数据公益 包含伦理法治等等的这些政策 而全民化就是要以民为本 因为AI对我来讲是assistive intelligence 辅助式的意思 就是在不破坏我们人的社会常规的前提下 去运用 帮助我们把工作跟生活里面 视为琐事的环节 交给他们辅助 但是不是取代特定的职位 所以就像眼镜一样 就是多数人要无痛学习 无痛使用 融入我们的社会常规 如果某一群人不方便使用 就要改良的更好 就像哆啦A梦跟大熊的关系 AI站在辅助的立场 人类才是主题 当然在大规模导入AI的同时 我们也必须掌握对应的风险 世界各国很多国际组织 都提出了很多制度跟规范 希望AI的应用是可信任的 要兼顾数位主权跟数位平权 又能够推升国际的产业发展 未来数位部将持续推动产业AI化 而且针对可信任AI的发展需求 跟国际趋势 我们会依循台湾AI行动计划2.0草案架构底下 提升国际影响力 完善运作环境两大任务 投入建构AI的评测环境 而且也积极参与相关的国际组织 携手志同道合的民主伙伴 建立可信任AI国际交融 跟合作的网络 发展跟国际接轨的AI规范 还有标准 另外一个主题 Blockchain 则是Web3发展趋势底下的重要基础 以去中心化 成为大家的基础建设 为核心精神的Web3 有成为一个不需要中心注册机构 完全自主的这样子的可能性 此外 Web3的技术让创新的成本降低 可以更快速地向全球递送服务 对我们的新创数位产业都是很好的机会 未来数位部会持续协助 跨部会重点沟通协调 协助新创跨越机油的挑战 加速产业发展跟数位转型 我们也将持续推动 运用可信任的方式 把Web3的这种技术导入常规 因为设计得当的机制 可以促进更多的社会参与 越多人参与治理 那么治理机制就可以变得更好 我们在政府的作用 就是扩大那些可行的prototype 那些雏形 让更多人能够自愿加入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公民协力案例 都充分运用这种分散式 去中心化的精神 好比像是2018年起 每年举办的总统 就是全民的投入协作 结合政府的开放资料 用多元创新来共同解决社会议题 里面就有很多用到DOT 就是分散式账本技术的相关提案 举一来说 国土智慧选手队 就研究了一种平价 廉价的太阳能设备 做成水盒子 水盒子量测水污染物 透过IOT技术 记录在DOT上 这样子的话就有机会大家一起来解决政府管理的问题 好比像说 如果有工厂被指控污染水源 那么这个账本上面因为有时间戳击 就可以知道说 大家不是回溯去篡改这个账本 而是说当时真的有这样子一个记录 那么通常难以及时搜证 导致争议的一些污染行为 至少就有一个有timestamp 有时间戳击的地方 可以去及时的共同查核 当然水污染或者是空气品质等等 都有类似的专案上线运行 除此之外 我们在总统被黑客中一向都有公民许愿池 即使不会写成事 任何有想法的人都可以对大家许愿 写下点子 让有意愿的朋友来认领完成 至于对于提案的票选 我们也是采用所谓的平方投票法 Quadratic Voting 每个人有固定额度的点数 如果你喜欢某个案子 投一票要一点 投两票要四点 以此来推 所以付出的点数是票数的平方 每个人都有99点 所以只能投到9票 不得到10票 所以越多越贵的票数情况下 我们看到的就是获选的 都是一些符合大家期待跟需求的提案 这样的投票方式 也是从以太坊这个社群学来的 而我们产业署近期推出的 公益创新增案100 更导入了另外一个以太坊的机制 就是平方募资机制 从Gitcoin学来的机制 过去的募资通常都是看 大家个别愿意出多少资金 但是平方募资 是用全民的实际需求出发 参加者愿意一起出的钱 个别的都开更好 全部再加起来 意思就是人数跟钱数一样重要 如果全台湾只有一个人需要 他开更号也再平方回来 跟原本相同 政府就不会出资 但是如果有上千万人需要 即使每个人只出少少的500块 政府仍然要提供 非常比较高额的奖励经费 这个对于公共创新 是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因为平方募资 不仅验证民众支持的程度 也可以确保募资提案 符合大家的需求 忠实反应 怎么样的通传的创新提案 可以受到社会大众的支持 之后才能够服务落地 才能够永续经营 甚至变成我们普及服务的一环 当然我们知道 透过分散式账本技术 可以提供各种各样子的证明 包含NFT 这个也成为大家争论的重点 因为常常NFT只能匿名交易 又没有社群参与 所以等于变相鼓励 人性的贪婪 不管是卷款潜逃 账号被害 号称空头其实是诈骗的 分身攻击 吸血攻击等等 这个是层出不穷 那我们是在去年八月成立 我们内部就是政府的新创单位 我们从自己做起 示范跟应用最新的 数位工具跟技术 可以怎么样融入工作当中 希望让大家看到 这些新的工具 不仅可行而且方便 也可以有效应用在正面用途里 好比想说 不管是我们的点子松 或者是数位青年T大使计划 参与者都可以获得SBT凭证 在我的AudreyT.TEZ Tezos上 也有这样子的凭证 这样的凭证是Soulbound 就是灵魂绑定 每个人跟组织都有独一无二的灵魂账号 而SBT就像里面搜集的徽章一样 这是社群认可的贡献记录 可是就像奖牌奖杯一样 你是没有办法转换给别人 好像别人帮你完成了这个 不是这样 所以说 有点像在线上游戏里面 有些物品一旦被玩家取得 就成为灵魂绑定的物品 不能够再转让出售 那这样的好处 就是你可以避免投机 增加趣味 不是说刷装备 然后卖掉 不是这样 而是必须充分运用自己的体验 灵魂绑定的物品 来面对真正的挑战 还有任务 所以呢 不管是OJT.ETH 或者.TZ 我想在各种社会关系上面 透过SBT的互相收受跟给予 就成为彼此的认证 而又因为有公开交代 说到做到的过程 这样各自的真实度跟互信 就可以提升 许多的线上游戏 不仅提供单方面使用的宝物 另外还有所谓的工会 Guilt 就是让大家的金库 可以让大家投票共管 同样的灵魂累积的SBT 也反映了共创参与的权利 这些社会优势 当然可能会造成不平等 但是至少SBT 让大家都看得到这些不平等 可以做出调整 进而鼓励更多元的协同工作 又比如前一阵子 有我们奥会 还有IP内容实验室 区块链爱好者协会等等 共同合作的众人之光 奥会百周年纪念NFT 就是把奥运国手的精彩身影 制作成动态3D模型 永久留存到区块链上 展现NFT的典藏价值 这些仙道示范 让社会知道 新兴技术的证明用途 减少大家对于新兴数位工具的疑虑 此外 数位部的官网是采用IPFS 这也是Web3分散式民主式的 资料储存解决方案 大家对于民主价值感兴趣的人 不管他人在极权正体 还是民主国家 都可以捐出一小部分的硬碟 一小部分的频宽 帮我们社会部备份网站 ipfsmoda.gov.tw IPFS的特性是非常难篡改 在极权正体之下 作品一天到晚被篡改 因为查记就是篡改到看不见的 极端状态嘛 所以我们投资这样子的技术 也是在帮助在言论受限环境里面的朋友们 他们运用Web3的这些技术 同样也是在帮我们 因为我们的官网是对全世界开放 任何人只要对这种分散式的做法 有兴趣 有意愿 就有机会贡献 就变成增强民主任性的一环 从台湾模式的经验 我们可以看出 实现Web3最重要的就是从人的需求出发 透过适当的技术 适当的工具 彼此可以顺畅交流 凝聚共识 找出问题 这样子才能够共同开创出 符合需求的场景 共同在场 起码虎通 这个就是我们的多元宇宙的愿景 多元宇宙是Web3的终极愿景 透过这样的方式 每个人都可以自由的共创内容 共享利润 完全掌控这个社群自己的资料 而这个西马互通呢 其实在W3C 分散式识别工作组 就是DID Working Group 就已经推出了 崭新的分散式身份验证标准 DID标准 这个让每个人都可以不用经过单一的中介服务 而是可以直接认证彼此的身份标识 我们可以把这样的身份标识想象成网络的护照 护照让每个人都可以取回自己的数位资产 无论是社群的贴文 照片 影片等等 现在我们也看到了新上线的很多用分散式的方法 像是推特 但是其实呢 不是单一的跨境平台来控制 而是回到每一位创作者 W3C提出了这种验证标准 让大家拥有自己的数位身份 而像FIDO联盟就是为这种护照 加上安全所打造钥匙 这样每个人就可以更安心地使用自己的护照来进行创作 所以我们很高兴 在今年1月 数位部正式以Ministry of Digital Affairs Taiwan的名义 成为国际标准组织W3C 还有FIDO联盟的正式会员 所以接下来我们也会按照台湾各界的需求 参与制定标准 跟大家同步接轨 把这些新兴的想法 及时导入政府机关 民间社群 还有业界 为Web3的共创拓展 打造出更宽广的道路 而这样子的道路可以带来什么好处呢 举一来说 用所谓的Zero Knowledge 就是可以跟大家一起共创 但是又不会看到彼此各自的方式 就可以推动所谓的数据公益 数据 Non-Personal Data 在自愿提供处理之后 运用的时候 不设隐私的这些数据 如果无偿提供公益使用的话 就可以创造大量的公益价值来造福社会 这也就是欧盟执委会 在2022年6月正式开始 实行的数据治理法 Data Governance Act 它的核心内涵之一 欧盟强调 这些非观各自的数据 至于整体环境的良善目的 只要个人还有数据持有者 自愿无偿提供 来做科学研究 改善公共服务等等 只要用简单的方式 让欧盟各国的数据可以共享 就可以造福社会环境 好比像说 可以更快速精准地判读X光片 或者是热心的民众捐赠之后 累积出这个资料库 也新的流行病来的时候 就可以立刻使用 那重点就是 这个数据是有公益性的 它是主动捐赠的 而且Non-Personal Data 它运用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还原 是用Zero Knowledge的方法来使用的 这样子就是数位互信关系的一个建筑的基石 莫盟巴想成一项入场卷 每个人有数据公益的入场卷之后 主动提供就可以形塑数位世界的共融空间 让社会变得更好 当每个人都是数据的产制者跟使用者 在整理分析共创当中 就可以形成新的协作关系 进而真正连接彼此 我们的口号 Free the future 无限未来 代表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 所有的愿景都可以实现 每个人保持自主 又可以互相连接 充分体验 共同在场 喜马互通的这个感受 这样子就是多元宇宙的境界 它不是只适用于政治跟政府 最好网际网路 不是只适用于最早用网际网路的军队跟大选 相反 它是一种新的技术典范 我们学会如何利用的话 就可以改善每个人的生活 面对崭新的web3世界 我们会持续了解大家的需求 用数位部本身来当作sandbox 当作杀盒 我们不怕犯错 勇于实验 这不只是新创的精神 更是数位部内部创新的精神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需要结合各界伙伴一起来推动 刚好今天的论坛就连接了 产观学员社各个领域的朋友 相信一定可以激荡出无限的可能 祝福今天的活动圆满成功 成果丰硕 谢谢大家 Live long and prosper 继续能解决的节目 我们需要继续的进步 我们将继续能解决的最后 我们将继续能解决的 优优独的一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